朴槿惠誓言将不计政治后果 严厉回应朝鲜挑衅 西藏矿区发生山体滑坡 83名矿工被买 找到20多具尸体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禁令 缅甸首次恢复私营报纸出版 北京时间4月1号星期一晚上9点 华盛顿时间早上9点 欢迎收看这个小时的VoA卫视 我是林森 中国与非洲的关系长达几十年 而美国对非洲的兴趣越来越大 随着非洲经济的飞速发展 中国与美国在非洲会产生冲突吗 这个小时节目为您报道 首先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时间交给李一华 一华 好的 谢谢林森 新闻首先 韩国总统朴槿惠 在与朝鲜的唇枪舌战中 做出了迄今为止最强烈的表示 有关方面说 朴槿惠星期一会见韩国国防部官员时 命令他们对来自朝鲜的任何挑衅 做出及时有力的反应 而不必考虑政治后果 美韩两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以及联合国安理会 针对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 而加强制裁 这使平壤感到愤怒 最近几个星期来 朝鲜不断对韩国和美国发出战争威胁 而且措辞越来越严厉 目前还不清楚 朴槿惠的命令将对美国军方 产生什么影响 美国和韩国本月早些时候 签署了一项协议 使美国军队得以在保护韩国时 免遭朝鲜挑衅时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 中国救援人员在西藏大规模山体 他方现场 共找到30多具尸体 虽然发现幸存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但救援人员仍在奋力寻找 上星期五的灾难幸存者 星期五凌晨的山体他方 这些矿工正在西藏莫竹 攻卡县的一处营地 他们被20至50米厚的泥土碎石掩埋 当时营地中共有83名工人 其中大多数是来自甘肃和贵州的汉人 还有几名来自西藏首府拉萨的藏人 这座铜矿位于甲马村附近 由中国黄金集团公司的一个下属机构经营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是国有企业 黄金产量在中国位居首位 接下来把焦点转向缅甸 在实施将近50年的报警之后 缅甸从4月1号开始开放发行私营报纸 一共有16家新闻刊物获准每天发行 许多缅甸资深新闻人员 都对报警的解除感到振奋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BOA卫视的报道 在许多国家 报业可能是个正在萎缩的行业 但是在缅甸 报业的发行却有了进一步的扩张 缅甸私营报纸50年来 首次得以公开发行 对许多缅甸人来说 明英报纸十分新奇 因为在1960年代 已故独裁者吴奈温 强行将明英报纸国有化时 许多缅甸人甚至还没出声 不过对81岁的清蒙莱来说 这就像生命开展了新的一页 它是日报金色新土的总编辑 这份报纸是缅甸在4月1号上市的 自家日报之一 民营政府告诉公众 他们想知道的 国营媒体则告诉大家 政府想要他们知道的 这就是私营媒体和国营媒体的不同 清蒙莱说 金色新土发行的8万份报纸 星期一不到中午就全部买完 显示民众是多么渴望 看到民营报纸 清蒙莱的年纪够大 他还记得1948年缅甸脱离英国独立 采行国会民主时 当时的报业市场经历一段辉煌的时期 有缅甸报、英文报、印度文报 还有中文报 他曾经在一家缅甸日报担任记者 直到1964年 报纸因为政府的打压被迫关门 现在他率领着一批年轻的记者 这些在军政府50年统治时期成长的年轻人 对自由媒体的概念仍然不甚清楚 这四份新推出的民营报纸 将与国营报纸和其他缅甸主要政党 创办的报纸竞争 为了争取读者 部分报纸在发行的前十天都是免费送给民众的 这位缅甸出租车司机说 他喜欢民营报纸的内容 民营报纸比国营报纸更开放 这是一件好事 西蒙来说 他明白未来还有许多未知的挑战 但他已经准备好 以自由媒体之名来迎接挑战 缅甸开放报纸是总理吴登胜政治改革的一部分 为了促进国家发展 吴登胜誓言推动政治与经济的自由化 缅甸政府在去年12月宣布解除报警后 有20多家媒体申请 金色新土是获准发行的16家媒体之一 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所属的政党 也将发行日报 预计在晚些时候上市 美国之音BOA卫视报道 接下来 印度最高法院博回瑞士诺华制药公司 对升级版治癌药物Glyvik的专利申请 星期一 印度最高法院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 拒绝给予升级版Glyvik专利保护 这项裁决将成为一项先例 防止国际制药公司就既有药品的升级版 从印度获得新的专利保护 根据印度法律 公司不得为仅做出细微变动的既有药品申请专利 印度最高法院星期一裁定 升级版的Glyvik不具备印度专利法所要求的创新性质 这项裁决是印度拥有巨额利润的非专利药制造界的胜利 这一产业为世界各地数以百万剂的人提供廉价药品 新闻最后 前南非总统曼德拉的健康状况继续好转 自上星期三以来 曼德拉因为罹患肺炎一直住院治疗 南非总统祖马的办公室星期天晚间说 南非政府接到报告说 曼德拉星期天过得相当平静 健康状况进一步好转 南非各地的教堂 星期天为曼德拉康复举行了复活节祈祷 这是曼德拉四个月来第三次住院 在南非 这位现年94岁身体虚弱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崇拜者 一直非常担忧 曼德拉在南非被视为民族英雄 在世界各地其他地方也被视为英雄人物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VOA为时更多的精彩节目 休息一下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出访四个国家 非洲三个国家列在其中 中国对非洲的重视可见一斑 这同时也给希望加强与非洲关系的华盛顿敲响了警钟 中国与非洲的关系长达几十年 而美国对非洲的兴趣越来越大 随着非洲经济的飞速发展 中国与美国在非洲会产生冲突吗 请看中美逐鹿非洲系列片的第一集 当中国遇上非洲 三月底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非洲的坦桑尼亚南非 刚果共和国进行了访问 并在南非的德班参加了金砖五国会议 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发表演讲时 对未来中非关系的发展 做出了如下的表示 中国与非洲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明朝 当时郑和的船队曾经至少三次到达东非海岸 不过其后的几个世纪 中国和非洲几乎没有任何接触 中国与非洲的再次接触 开始于上个世纪的50年代 当时刚刚见证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政府 在资深的财力和物力相当匮乏的情况下 为了赢得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上的支持 开始向非洲提供经济技术帮助 并帮助非洲国家脱离西方的殖民统治 著名的坦藏铁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现成的 作为回报 非洲国家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 大卫·西恩曾经是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和布基纳法索的大使 他最近与人合作了一本书 叫做《中国与非洲一个世纪的交往》 回到60年代70年代 中国对非洲主要兴趣是支持当地的解放运动 支持非洲那些对中国共产事业感兴趣的政府 那个时候政治关系多过经济联系 1990年代中期 随着北京寻求满足日益增长的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 中非交往的方式也从中国单纯地援助非洲发展 变成以贸易和投资为主导 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方式 就是中国帮助非洲国家修建大坝公路铁路港口 和其他的基础设施建设 然后换取非洲的石油矿产和其他资源 现在非洲每个国家的首都和主要城市 几乎都有中国人帮助修建的政府大楼 坐落在埃塞俄比亚首都的非盟总部 就是中国援建的 2000年中国和非洲建立了中非合作论坛机制 为中非关系的发展打下了框架 现在这个对话机制已经进行了五届 2006年的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 48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习聚北京 意识景象畏为壮观 2009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非贸易额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 上升到2012年的超过2000亿美元 同时非洲还成为中国第二大海外劳务工程承包市场 在非洲的中国人已经达到将近100万 在非洲开展经贸活动的中国公司已经达到2000多家 现在中国人的脚印几乎是遍布了非洲大陆的各个角落 中国人经营的商店 中国制造的产品随处可见 另外 非洲还迎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旅游者 最新的趋势是 一些中国人选择去非洲做义工 在非洲的一些国家 很多人在开始学习中文 但是近年来 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越来越遭到质疑 西方国家和人权团体批评中国在非洲进行新殖民主义 不关注非洲的人权和劳工权益 而非洲国家也开始提出疑问 中国在非洲的一切果真是非洲的福音吗 有很多人对中国在非洲发展的步伐和规模感到恐惧 中国与非洲的贸易确实在加大 但是同时很多中国人来到了非洲 非洲人的一个担心是中国公司进来了 比方说一个工程项目进来了 工人们也跟着来了 他们利用自己在中国国内的关系 来帮助完成工程所涉及的各项贸易 很快他们就击垮了当地人 随着雇佣增多以及非洲社区对经济的担忧 这在将来越来越会是造成关系紧张的缘由 最新的一个例子是 尼日利亚中央银行行长拉米多·萨努西 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写文章称 中国拿走了非洲的初级商品石油和矿产 同时向非洲出售中国工业制成品 这是殖民主义的本质所在 他呼吁非洲人从对中国的浪漫期许当中 醒悟过来 这篇文章非常令人吃惊 因为非洲政府高级官员中 很少有人持这样的态度 非洲的学术界 民间机构 有时候一些国家的反对党领导人会提出这样的批评 但是政府高级官员这么做很罕见 特别是尼日利亚这样一个与中国关系不错的国家 他说获取非洲的石油和矿产只是中国对非洲的兴趣之一 非洲在联合国有54张投票 另外 非洲在其他多边组织中有代表权 像世界贸易组织等 中国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非洲国家的政治支持 中国希望得到非洲所有国家的承认 现在有50个非洲国家承认北京 另外还有四个国家承认台湾 中国希望这些国家转而承认北京 最后 中国希望向非洲出口 戴伯拉布鲁蒂加姆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国际发展项目主任 非洲的绝大部分原材料确实出口了 工业制成品流入非洲 美国和欧洲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殖民关系 这是非洲的经济结构问题 这是非洲政府的错误 尼日利亚政府的错误 他们没有为尼日利亚的企业家创造环境 来改变国家的经济形势 使其成为一种以制造业和更高端服务为基础的经济 非洲政府没有做足够的工作 你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指责中国 他补充说中国在非洲投资的 20%和25%是制造业 而非采矿业 布鲁蒂加姆曾经撰写了一本叫做 《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 这本书澄清了很多西方对中国在非洲的误解 包括中国与非洲的交往 刚刚开始等 中国从来坚持对非援助的原则 是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 中国这种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原则 正是西方国家和人权组织指责中国的理由之一 他们认为这样的原则让中国与非洲政府打交道时 占据了极大的优势 更方便中国与前苏丹总统巴西尔和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 这样的独裁者合作 美国国防大学非洲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雷蒙德吉尔品认为 中国在非洲并非没有条件 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坚决条件 除此之外 近年来在非洲国家频频发生 中国公民被绑架 中国设施遭到袭击事件 他认为这些都给中国的不干涉内政政策提出了挑战 关于这个不干涉内政不附加条件的政策 中国自己也在提出疑问 因为当你看到这些对中国设施以及中国公民的威胁 你不得不问中国当局是否该对内政有所干预 以确保他们的公民和设施得到安全保障 中国不干涉内政的政策确实有些改变 不过 这种变化是温和的 过去 你不会看到中国外交官在热点地区穿梭斡旋 在苏丹危机上 你看到中国第一次派出了非洲事务特使刘贵金 他不仅到苏丹 还前往其他地区 例如津巴布韦和其他那些需要进行外交斡旋的地方 这种穿梭外交谈判和劝解对中国来说是新鲜事物 布鲁迪加姆说 中国公民的安全问题诚然是中国在非洲遇到的挑战之一 但这不是针对中国一国的 例如出口额度 对外援助 有多少进入了非洲 每个国家又得到了多少 我们应该能掌握这些信息 其他国家这方面信息都是公开的 这至少可以帮助澄清一些误解 例如 大家认为中国给了非洲巨大的援助 但是实际上这种援助相当少很有限 与此同时 随着中国在非洲经贸活动的日益扩大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担心 美国是否会在非洲落后于中国 美国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 在新上任不久之后表示 非洲处处持中国 美国要在非洲与中国竞争 我们将在下一集为您介绍美国重返非洲 VOA卫视 斯洋 金刀 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中国以恐怖分裂罪 对20名维吾尔人进行了宣判 海外维吾尔人组织强烈谴责中国地方法院 对这些维吾尔人的判刑 该组织发言人说 这20人唯一的罪行是收听外国电台 以及使用互联网讨论宗教与文化自由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 关注这个话题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除了报道国际新闻 美中大事以外 还为您报道中国互联网内外的消息 今天的火墙内外 中国除了不久前结束的两会之外 还有一个两会 这是指两场大型晚会 一个是家喻户晓的春节连环晚会 也就是俗称的春晚 另一个也是央视举办的 名叫三一五晚会 这两个晚会都有20多年以上的举办历史 三一五晚会是一个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公益专题晚会 是为了配合3月15日 这个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而举办的 然而 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 央视的三一五晚会 经历了23年的辉煌之后 终于在今年遭遇了滑铁卢 和央视春晚一起 从广受追捧的姊妹花 沦为了广受诟病的难兄难弟 我们在节目开始时 播放的根据宋祖英演唱的歌曲 辣妹子改编的搞笑歌曲 闹笑话 8点20分事件猜想 讲的就是这件事情 那么苹果又是如何来回报 这些果粉们的热情和执着的呢 在当天的晚会上 苹果公司 大众汽车 以及网易等公司的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等问题 遭到曝光 正当晚会主持人 义正词严地抨击苹果公司时 著名演员何润东 在新浪微博发出一条帖子 批评苹果公司电大齐克 售后服务不佳 伤害了果粉的感情 可是这条帖子却在结尾 夹带了一句大概8点20分发 从而闹出一场大笑话 电脑把事情移送到 说好了8点20发 作家收拾他没出车 可那个明星 穿帮了 网民嘉宇嘉言说 据说820事件的经过是这样子的 央视员工发给何润东的微博最后两句是 大概8点20发 把最后一句删了 然后可爱的何润东转发前 就把最后一句删了 大概是意识到第一条微博 没把该删的删干净 何润东紧接着诱发了同样的微博 只不过他这次 把大概8点20分发也删掉了 何润东曾在电视剧《三国》中 出演号称三国第一勇将的吕布 并在电视剧《楚汉传奇》中 出演西楚霸王项羽 这两个武将都属于有勇无谋之辈 扮演他俩的何润东 似乎也是缺心眼 因此在三一五晚会上穿帮露马脚 作家郑渊杰 时尚携手常小灰 网络红人刘吉手 网名为教授易小兴的导演易振兴 都是在当晚8点之后发微博 抨击苹果公司的 这就使网民怀疑这些新浪微博大V 都是央视的托 尽管何润东事后在新浪微博发表声明称 三一五晚会当天 他自己的微博被黑 抨击苹果的帖子 既不是他本人发的 也不是他的经纪人发的 但许多网民仍然认为 何润东的声明只是欲盖弥彰 与此同时 接到何润东报案的警方也回应说 证据不足 暂时不予立案 现在这一事件也被称为820事件 并被许多网民进行调侃 网民汪奇King讥讽说 何润东这件事就好比官员念秘书写的稿子 阔胡此处停顿等掌声 其实三一五晚会 就是商家破财免栽的一个戏场 今年的拟定文件就说了 打击白名单外的外企 缓解国内矛盾 还真有人看 还去信 那就是真傻 网民七彩夹沙 奚落何润东说 刘记手 郑渊杰 教授易小兴等人联合声明 不怕神一样的网友 就怕黄埔江里的何润东队友 网民宋祖法言称 央视有史以来做的最成功的娱乐节目 是今晚的三一五打甲晚会 搬起石头把自己的甲给打了 全世界人民都笑了 他还模仿黄潮的名师 不地后复局 写了一首打油诗 大概8点20发 我花开后百花沙 冲天臭气透央视 大V不慎漏菊花 本届三一五晚会 虽然揭露了一些企业的质量和服务问题 但似乎刻意回避了目前老百姓 最为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 人们最近关注的奶粉安全问题 成品有品质和黄埔江死猪事件 都没有在节目中出现 因而不可避免的遭到网民的抨击 一位网民在推特上说 人民每天冒着生命危险 喝着猪骨汤 吸着沉埋烟 倒卖放心奶 贵国的官方喉舌 居然好意思质问苹果手机的 已旧换新条款 为什么不包括后备盖 获得新浪微博认证的作家 琢磨先生总结说 2013年三一五晚会看点 一 苹果公司的后壳 比奶粉更值得重视 二 上网很危险 还是天天看央视比较安全 三 报着打假的名义 在网络上造假 大约8.20左右发 四 凡是在晚会中间 打广告的企业 都是安全的 五 三一五晚会 是打在国家 一个个管理部门脸上的巴掌 您平时都在干什么 网民左耳朵耗子批评说 在一个老百姓 被各种垄断行业 虐待的国度里 说苹果服务太差 在一个各种劣质产品的国度里 说99%的黄金是骗子 在一个完全没有个人隐私 甚至人民主动上传手机通讯录的国度里 谈Cookie隐私 一边曝光包治百病的神医 一边宣扬永远伟大的共产党 我感到的是 这个国度的精神和人格 不是一般的分裂 一位国粉气愤地说 在一个假冒伪劣商品 泛滥到登峰造极的国家 在一台连所谓的民意 都需要事先约定的打假晚会 来打像苹果这样全球最优秀企业的假 网民旅品黑马拉雅总结道 其实 何润东才是今天的打假英雄 他用两条微博粉碎了一台晚会 和一个伪善的集体 大概8点20分发 转瞬之间成为网上的一句流行语 它使一次公益行动 被看成是包含谎言的暗箱操作 315打假晚会 也演变成对名人 公知以及央视的质疑 观察人士指出 解决假冒伪劣产品问题 一是要靠法制 二是靠消费者监督 央视每年举办这样一场 不但已经娱乐化 而且并未真正反映民意的晚会 实际取得的成效令人怀疑 这样的晚会 不办也罢 网友们听闻魔气泡 还好对八年二十八 大家大事的梦念 如此晚会 老道吧 欢迎继续收看VVA卫视 中国新疆地方法院 以恐怖分裂罪 对二十名维吾尔人进行了宣判 法院指控这些维吾尔人 参加恐怖主义组织 煽动从事分裂主义活动 购买武器 图谋暗杀 传播分裂主义暴力 和宗教极端主义等多项罪名 海外维吾尔人组织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表示强烈谴责中国地方法院 对这些维吾尔人的判刑 该组织发言人说 这二十人唯一的罪行 是收听外国电台 以及使用互联网 讨论宗教与文化自由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 我们邀请的是 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项目的 负责人阿里木 斯伊托弗先生 欢迎阿里木 非常感谢 阿里木也是美国 维吾尔协会的主席 对 阿里木第一个问题 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为什么维吾尔人权组织 刚才我们谈到的是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对中国的 对二十名维吾尔人的这个判刑 表示强烈的谴责 中国政府对这二十名维吾尔人的指控 是没有任何根据吗 完全是空的吗 这个你看 中国政府指控这二十名维吾尔男子 是以恐怖分裂主义为指控 但是恐怖主义是 在中国你可以看 中国共产党对恐怖的定义 是非常广泛的 一般恐怖是你以政治目的来 进行杀伤平民或者是当兵的 但我们看到就是上个星期中国判刑 二十名维吾尔人说 这些维吾尔人什么都没有基本上干 他们没有杀人 他们没有放火 他们没有搞爆破 他们什么都没有搞 他们所搞的就是 他们收听外国电台 就是自由亚洲广播电台也好 然后再说互联网上 YouTube上他们看一些 就是有关宗教的一些视频 有些人下财 有些人通过就是短信来互相 就是看这些东西 结果中国政府把他们逮捕 然后就是判刑他们 从五年到无期徒刑 所以一般在中国大陆 其他地方假如汉子人 做同样的事情的话 假如他们今天现在收看 就是美国之音 现在的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 然后他们可以看 有关基督教什么教的 在互联网上看这些资料的话 或者是下财这些 和他们的朋友一起来分享的话 中国政府不可能代表 就是逮捕他们 然后判刑他们 以恐怖或者是 以什么分裂主义为名 然后就是判刑他们 这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 标准是双重标准 他们中国就是新疆的 这两个地方法院 就是他们为什么就是在起诉 这20名维吾尔男子的时候 为什么就是指出了其他的这些 这些指控 比如说包括购买武器 购买武器 特别是指出 我看着有一个报道 说它是和一个叫东 东伊运这样的一个组织 所以有关系 对 购买武器我们知道 在中国国内购买武器 基本是没有的事 在中国大陆口内 我不太清楚 但是在所谓新疆 东土耳其斯坦 维吾尔民族购买武器 那是天邦夜谭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任何维吾尔人 他不可能购买 然后在中国什么地方卖武器 卖武器肯定是没有 可能是走私的武器 走私的武器 维吾尔民族 走私不了任何武器 假如走私 可能是汉子人走私 售卖 一般汉子人也不可能 卖什么武器给维吾尔人 所以烧买武器 说指控这些维吾尔人的 纯属废话 然后东伊运 所谓的东伊运 一直是 就是中国政府 一直用这个词 东伊运 但今天东伊运 这个组织也不存在 然后这些在东土耳其斯坦 这些维吾尔人 参加什么东伊运 东伊运就不在 东土耳其斯坦 或者是中国 国内就没有东伊运 他们怎么可以参加 什么东伊运 做什么东西 什么都没有 这是中国政府 911以后 以恐怖 反恐为民 来打击维吾尔人的 一种手段 尤其是2009年7月5号 这个屠杀以后 中国政府就是不让维吾尔民族 利用互联网来互相交流 宗教文化传统 或者是政治上的任何问题 然后维吾尔人就是收听 国外电台或者是在互联网上 进行任何的宗教 或者政治上的交流 中国政府很轻而易及地 把这些人说成是恐怖主义分子 或者是分裂主义分子来判刑 刚才阿里木 刚才你提到了 就是在911以后 就是中国政府 对一些和维吾尔族人 有关的一些组织 把它作为是 这个类似恐怖组织 对 说到这 提醒到了就是 我想问的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注意到 就是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 对这个维吾尔问题的态度 和对西藏问题的态度 不太一样 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了 这个911这个问题 那911之后呢 美国政府曾经把 一些和维吾尔族人 有关的一些组织 定为恐怖组织 你是怎么看 美国政府的这个态度 美国政府的态度 以前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 他们第一你看 达赖喇嘛是1959年 他们是从离开西藏来到印度 然后从1959年到现在 在世界各国就是 就是来讲西藏问题 所以世界人民对西藏问题的 了解非常好 但维吾尔问题不是这样的 因为1949年 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 欺骗维吾尔领导人 然后说是飞机爆炸 所以维吾尔族人领导人全死了 然后王政的军队就进来控制了 东托尔西斯坦 然后维吾尔民族 他就没有机会来到西方来讲 维吾尔民族 或者东托尔西斯坦被侵占的故事 这个故事才在过去的十年 二十年来才在西方在讲 所以西方对维吾尔民族的情况的了解 不如他们对西藏的了解好 但是现在他们对维吾尔民族的了解非常好 对201911以后 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在迫使美国政府来 就是说把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组织 说成是什么恐怖主义组织 然后美国当时也不太清楚 美国也需要中国的支持 尤其是美国要侵占伊拉克的时候 需要中国在联合国的支持 所以美国为此而 把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小小的维吾尔组织 说成是恐怖主义组织 然后自从911以后 当时911以后是阿富汗战争 对对对阿富汗战争 但是阿富汗战争以后 当时美国要侵占伊拉克的时候 这个才出来 这个问题才出来了 侵占阿富汗是2001年9月10月 美国已经开始侵占了 但这是2002年1年以后8月份 因为2003年初 美国就要侵占伊拉克 就是2002年中期末期 美国正在准备侵占伊拉克 这时候需要中国对此 不投反对票在联合国上 所以当时就是美国政府同意 把一个莫名其妙的 所谓的威吾尔组织 搞成什么恐怖主义组织 然后到今天为止 中国政府一直就是 说是东伊云是美国 说是恐怖主义组织 为此而对威吾尔民族进行反空打击 我们线上有一些中国的观众 希望采取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接几个电话 当然 第一位就是从新疆党的 新疆的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王先生请讲 是请讲 王先生剪的是维吾尔语 对 讲的是维吾尔语 您能给我们的 因为 今天的王先生对不起 我要打断你一下 因为这个您讲的维吾尔语 我听不懂我们中国的很多的 观众也听不懂 我们请阿里木来讲一下 他发表的什么样的观点 这位王先生 他是维吾尔语 可能他讲的是维吾尔语 当然他所说的是 当然就是20个维吾尔人 被中国政府上个星期判刑 他说其他问题是在 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民族的政策 是双重标准 这个政策就是在口内 其他地方都没有 例如维吾尔男的 他不能有胡子 他必须被刮掉中国人 现在有规定 有规定任何地方 女的他不能有头巾 任何头巾 所以有头巾的维吾尔女的 他不让任何就是图书馆 医院 任何政府单位 他就不让进去 不准进入公共场室 不准进入公共 学校都不让进入 假如老师 他必须把头巾带给拿走 然后是男的 他不可能在任何场上有胡子 他有胡子 他必须要刮掉 他也不刮掉 他要受处罚 罚款 然后他都可以去监狱 这种标准在中国 其他地方就没有 所以中国政府的这种政策 就是迫使维吾尔人 不能做维吾尔人的 因为维吾尔人有胡子 我有胡子 我今天早中刮了我的胡子 假如我今天 假如没刮我的胡子 我也可以上你的节目 但是在中国不可能 所以做维吾尔人 就是你不可能做维吾尔人 因为维吾尔人有猴子 维吾尔人穿头上女人戴头巾 这跟伊斯兰教没有关系 但是你戴不了 所以假如你戴头巾 有胡子 中国共产党认为你是反共 说那是分裂 就连这种小小的事情 都变成分裂主义 好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 中国的观众 我们再接几个电话 下一位是黑龙江的张先生 黑龙江张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问嘉宾一个问题 09年7月份新疆出现那种暴力 对我同胞打出手 是一种残忍的手段 你说这是不是一种事实 在国内媒体外界媒体 都有一种报道 他们的手法对我同胞打得非常残忍 如果在今天这种场合 你说他不是东突 东突这个文有族这个 他们这个对我同胞打了出手 那你说是什么人所干 这个问题你再无理狡辩 谢谢 非常感谢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2009年7月5号 维吾尔州好多是年轻人 好多是学生 他们上街游行 他们上街游行的原因是 6月底在广东沙奥关 几万民汉族人打死很多 就是在那打工的维吾尔州人 原因这些 7月5号这些维吾尔州人上街游行 游行的时候 中国解放是开始草市 这上街游行的维吾尔州人 才有两三千个人 乌鲁木齐 中国政府武装道牙齿 你有解放军总部在那里 武警总部在那里 国安 国保 安全厅 你有一般的警察 你有反恐 你有防暴 什么都有 两三个维吾尔州人上街 在中国各个地方 每年他有几十万 几万个游行 都有几千个人上街 中国共产党可以轻而易举动 把他们送回家 中国共产党在乌鲁木齐 7月5号也可以同样做 他们有必要扫射杀人 中国政府一开始杀人以后 这些维吾尔州人 好多都是年轻人 当然他们不高兴 他们上街游行 结果政府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 也没有跟他们说 烧关发生了什么事情 多少个维吾尔州人打伤 多少个维吾尔州人打死 好多维吾尔州人 当然可能是他们的亲朋好友 在烧关打伤打死 他们上街游行 当然他们不高兴 结果是有些维吾尔州人 对 他们用了暴力 他们打伤 有的时候打死了 无辜的汉族人 当然这个不对 但是这启发的原因 一是烧关问题 二是中国共产党 他武警报警 各种各样打死打伤 这些维吾尔州人 结果就是 但在口内 在上海 北京 四川 其他地方 你们几千个汉族人 上街游行 什么时候共产党 用武力来进行扫射 屠杀你们 没有 这种问题只有在新疆 在东托清 在西藏 有这种问题 假如西藏人 维吾尔州人上街游行 每次就是什么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 然后就是武警 报警 什么的开始扫射 杀这些维吾尔州人 但是共产党不杀你们 然后共产党宣传 当然在中国共产党宣传 中国共产党控制 所有媒体 电视 报纸 互联网 什么都 当然它是一方面的报道 它不让外国记者来报道 它不让维吾尔州人来报道 然后七五以后 中国共产党关闭 电话和互联网 十个月 世界上任何地方 都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今天在叙利亚有内战 叙利亚政府都没有 停掉 就是互联网和电话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要停掉互联网和电话 问题就是 不让真正的事情 真实的事情 就是从维吾尔民族的角度 来让世界人民 让你们汉民族来了解 所以你所听说的 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 有些一部分可能真的 绝大多数都是谎言 来欺骗你们汉民族 来毒害汉民族和维吾尔民族的关系 所以今天汉民族和维吾尔兹的关系在东特尔西兰 非常大 这是中国共产党造成的 谢谢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中国的观众 我们再接两个电话 一位河南的李先生 河南李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就是我想说对维族人 就是我原来还是挺同情维族人的 然后后来我现在就不同情了 因为维族人老偷老强卖我东西或者什么的 还有就是维族人后来强卖老偷东西和维族人给我留的印象特别坏 就是干坏事的几乎干坏事的代名词了 还有就是在说就是美国是不是饶了一些 就是现在不是维族人吗 让他们从那个监狱出来 然后就是给他们避难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就树立维族人对美国人的美国的好感 对 然后就是说如果美国要树立这个 要让这个美国对美国人的好美国的好感的话 那美国成立的组织在美国成立的组织 要扩大对中国维族人的这个权利的影响 才能我才有可能改变这个美国人 美国在维族人心里的这个好感 还有就是说是你要让美国人再一个就是让美国超过这个俄国人 对维族人的这个好感才有意义 好 范南利先生您的观点我们听清楚了 我们还有一位我们接完下一位再请阿里木来回应一下 陕西王先生 陕西王先生你好 王先生还在先生吗 陕西的王先生 陕西的王先生您的观点我们已经听清楚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上你讲到这儿 陕西的王先生刚才他有口音比较重 他说你假话连篇 非常感谢 第一个这是李先生问的问题 当然李先生我不知道你是从哪个省市来 河南 河南对 你说是维族人你以前很同情现在不同情 因为是有些高小偷有些抢你的东西之类的 对这个一直是个问题现在 因为在北京上海可能在广州呀在中国东方的各大城市可能是其他地方也有很小就是维吾尔儿童 这些很多维吾尔儿童都是被拐卖 绑架从东托尔儿童带来的有些是汉族人绑架带来的有些是回族人有些是维族人 所以他们带到口内以后他们都是这些小孩都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谁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什么都没有 然后就是这些把他们偷过来的人就是每天打他们 残酷地打他们 然后用烟头来烧他们 每天让他们上街去偷抢 所以你看到的这些维族年轻人 他们就是上街在北京 我在北京的时候也看到有些年轻人是这样的 在上海在其他的 然后我们一直在 我们在东托尔先生一直向希望中国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收养这些年轻人 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把他们带回来 然后送他们去上学 但是中国政府一直不关心这个问题 所以以后我们觉得 问题是这个 因为中国政府希望抹黑为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这样 让你的年轻人去向口内 然后让他们就是从事这种罪行 各种方式 然后当然这会留下非常深刻的 也就是影响在汉民族里面 汉民族里面当然我的钱包被偷了 我的手机被偷了 假如每天就是为主人偷了 我高兴 我当然作为汉族 我不高兴 我当然要指责为主人 但这里的根本问题是 不是这些儿童有什么错 他们都是被绑架偷过来的儿童 当然你应该就是批判的话 应该批判这些绑架他们的人 然后你要不高兴的话 你应该要求中国政府来收养这些维族儿童 来送他们上学 改变他们 教育他们 这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我想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世界维吾尔大会 它的现在的 它的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什么 是主张新疆 或者是你刚才所称的东图厥斯坦的独立 还是叫自绝 因为我知道有人说 我们要求的是自绝 我们要求的不是独立 但在这个问题上 是不是就是维吾尔人也还是有分歧的 维吾尔人 我们市委会的立场是民族自觉权 自觉 对 市委会一直是这样的 但是在维吾尔里面没有很大的分歧 当然 当然任何民族有不同的意见 有很多维吾尔人 当然尤其是七五这个残酷的事件以后 好多维族人觉得 维族人就不可能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在一个汉族 执政党的手下 堂堂正正的像人一样活 所以很多维族人当然认为 尤其是那些 他们的孩子被残酷的被杀 然后就是七五以后被逮捕 失踪的那些人 当然认为我们应该独立 但市委会的立场一直是民族自觉权 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 我看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网站 还有你这个组织的一些网站 其中提到新疆的时候 都是用的是东突厥斯坦 对 就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以东突厥斯坦的名义 有可能像 比如说西藏 西藏达赖喇嘛 他是 他可以和 他的代表可以和中央政府来对话 那么前提就是说 因为他主张的是要西藏的高度自治 他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么作为这个维吾尔人的这样的组织 以东突厥斯坦的名义 有可能和中国政府展开对话吗 或者有没有这种希望和中国政府展开对话的这样的想法 当然我们希望能和中国政府对话来和平解决东突厥斯坦问题 西藏人民以达赖喇嘛为主 他们选择是中间道路 像你说的样 是他们寻求是高度自治 以中国政府谈判来解决西藏问题 但是西藏也就是达赖喇嘛的代表 在过去的十几年来 他们进行了十一十二次对话 到今天为止对话 对话的结果是零 他们就是西藏人民什么都没有得到 当时西藏人民也就是达赖喇嘛 选择中间道路的原因是 邓小平上台以后 他说除了独立什么都能谈 但谈了二十年什么结果呢 什么都没有 阿里木可惜今天时间有限就谈到这了 好 非常感谢维吾尔人权组织项目的负责人 也是美国维吾尔协会的主席阿里木 参加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看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VA卫视 也欢迎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浏览更多更新的报道和影响资料 不要离开 留下来继续收看 VA卫视接下来的节目 VA卫视接下来 但是只要女性参加直接战斗的事实 得不到法力的成本 至少能让我去香港这样的地方 美国之音的VA卫视 是北京时间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 节目的最后 是我们的英语教学节目 美语怎么说 美国之音乐 让你感恩 nice what did you do wrong? I have done nothing wrong Today is Yanglin's first day back from China oh i am so glad that she has come back because trying to get her work done and my work done has been killing me Oh crap what I forgot to water Yanglins plant oh she asked me to take care of her while she was gone oh I'm dead just a bunch of green leaves not a big deal right wrong that plant was given to Yonglin by her ex who she clearly is not over yet you take care you're sick Shaobay that plant is all that's left of their relationship and I killed it I'm not going to get off the hook this time oh come on come on come back to life oh hey what's up yeah yeah I just got back come on how's your family how's your busy coffee come on oh come on please oh come on please hey mine hey so good to see you yeah oh wow you're you're home yeah thanks for mining the store while I was away yeah so in order to show my appreciation I got your gift thank you so much guapi mao guapi mao oh this is really cool yeah I knew you like it I remember you always want one of those right yeah thank you so much for remembering of course that's just part of being good friends yeah so how's life it's good life is good um so how was the trip oh my gosh too short yeah I need to warn you I'm a little bit depressed now since I'm an ocean away from my family again be aware the smallest thing could take me off oh just kidding lighten up I just need some time to adjust that's all yeah oh wow post trip syndrome okay that's good it matches you um but you know now it's time to get back into work mode speaking of which the first thing on my to-do list is to go pick a bone with my neighbor I told her to get my mail for me but when I got back my mailbox was flooded I hate it when people don't follow through on their promises yeah that that really stinks um what are you going to say to her when you see her next I'm not going to speak to her again I'm just going to leave a note telling her I'm not going to talk to her ever again Sure I mean it was irresponsible and untrustworthy and really insensitive of her and she probably doesn't deserve your your gift I mean I mean your thanks but don't you think she deserves you know second chance I mean I'm sure she's done all kinds of wonderful things for you come on doesn't she deserve you know why are you so concerned why do you care you don't even know her yeah and by the way don't you need to go back to your desk we can catch up over lunch okay you know I mean I have something to show you that could potentially make you very angry so if you could just you know just remain calm keep breathing and not kill me uh before I have time to explain oh my gosh is that that's my plant look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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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d water it i even put it in the window everyday so it could get sunlight i have no idea why it died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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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tatue Hey! Yeah yeah i just got back Off the hook 拜托困境,脱身 Jack was pulled over for speeding Luckily the policeman let him off the hook with only a warning Jack开车超速被警察拦了下来 静音的事,警察只警告了他一下,就放他走了 Kick someone off My roommate ate all my yogurt without my permission That just ticked me off Hey yummy Hey How's it going? Go in one ear and out the other The speaker gave such a boring lecture Everything he said to us went in one ear and out the other Pick a bone with someone The apartment building hasn't collected the trash for three days I'm going to pick a bone with the management Wongong yu loo to san tian may ching la ji le Woyal chui ho da shai guan li chu li lun li lun Mind the store Zhan shi kan guan sheng yi While the big boss is away Our sales manager is minding the store Da loo ban buzai deshi ho Siao shou jing li There are plenty of fish in the sea 天涯何处无芳草 也就是好男人到处都是 I know you're heartbroken But remember There are plenty of fish in the sea 我知道你伤透了心 不过别忘了 天涯何处无芳草 I have been good all day long 以上就是今天VoA卫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北京时间 每天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 我是林森 希望VoA卫视把您度过了 一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